太丢脸了 这么丢脸的事 也只有风九姐姐 你见着过去的心上人 结果却把肚兜 调到对方面前 那样的事才比得上 那样的话 我一定想找块豆腐 把自己撞死的呀 姐姐你去哪儿 去找豆腐呀 昨晚娘亲又找了你一晚上 你娘亲找过我 是啊 想听原话吗 您快说啊 小九这般任性 我上哪儿给他找傅婿呀 连承玉元君也已经有了良配 承玉 承玉怎么了 娘亲就是这样说的呀 承玉元君在千花盛典上 唐突了天君 亏有三殿下庇护 不曾想三殿下这般风流 倒还有痴情的一面 承玉他出事了我怎么不知道 我去看看他 小九这般任性 我上哪儿给他找傅婿呀 承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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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玉你没事吧 没事啊 我好好的呀 坐 我昨日一直为了躲 姑姑给我摆的香气宴 方才才听说你昨日 是在千花盛典上的事情 没事了吧 没事就好 那既然没事 三殿下英雄就美 不知我们的承玉元君 有没有放心懵懂呀 别瞎说啊 方才你提到相亲 近几日可有遇到心仪之人啊 怎么可能会遇到心仪之人呢 不过是我这几日跑得有些累罢了 论逃跑没人比你厉害 等一下 我的手镯呢 卷子去哪儿了 纤玉芷 仔细想想 是不是昨日落在某处了 昨日 我想起我落在哪儿了 我来 思密兴隽 近几日我听闻承玉元君与连三殿下的八卦 已经传遍了整个九重天 他俩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突然传得如此沸沸扬扬呢 他们俩的事情早就过去了 我说了 近几日啊 在天宫中流传的是另外一则趣闻 小仙对此并不热衷 那都是他们传得过于热闹 看得出来你对八卦不是很热衷 其实我也不是 但 姑且讲一讲呗 诚然 你我都不是八卦之人 寥寥也无妨 小殿下定是没有料到啊 平日里 我们认为一向很是耿介的帝君 竟是个不可貌相的 当年小殿下与他断了那趟远法 现在小仙看来 那也是上天维护了小殿下 当真断得其所 帝君他怎么了 听说啊 帝君竟一直在泰晨宫里 处了位沉鱼落雁的女仙 还宠爱有加呢 如此看来 这许多年他未曾出泰晨宫 也是这个应用 诚然 身旁有家人陪伴 不出宫大约也赶不到什么寂寞吧 小殿下无需介缓 终归你与他已无甚干系 小仙将这段事说出来 也并非是要让小殿下忧心呢 帝君看上的是哪个女仙啊 我不是很感兴趣 我就随口问问 私下的女仙人 我 私下里我们 她们对这位女仙各有猜测 可帝君与风月之事 着实不大 除了她的异媚知鹤公主 除了她的异媚知鹤公主 她们也猜不出还有谁了 可知鹤公主这些年一直都在西荒服罪 依小仙看 不大可能是她呀 对于那位女仙 确切的是 其实就只那么一见 说六七日前 连宋三殿下看见了帝君 携那位女仙在太臣宫里泡温泉 泡温泉 小殿下不相信吧 那小仙听了也是惊讶得很呢 不可置信 不过说到这儿 前日里还有另外一则传闻 这说得调分履细的也有些可信 这传闻里的人竟是你我身边的人 我们都一点都没听说过 是谁啊 就是你的好友成羽元君 据说成羽元君就是帝君与那位女仙的私生女 好 小殿下 你执着时是真执着 放手时是真洒脱呀 这个优点连白浅上身都没有 那白浅上身碰上了琢磨不透的事 是琢磨不透不罢休啊 而小殿下则是全凭本能行事 佩服 说真的 我是真的能够担得起你说我的这个名号 当初 我是因为没有准备好 所以就生出了一些笑话 要是呢 现在我想起我人生的一个座右铭 你活了三万多岁 身边雷起的座右铭不下成千上万条 到底是哪条呢 不同与其他女人有牵扯的男人好 精辟 成羽元君 这成羽元君相貌极好 若真是帝君的私生女 想必那位女仙定是国色天香哦 我去找成羽元君了 摸准时机向成羽探听一二 我帮你打听好帝君的行程了 成羽 真是帮了我大忙了 好好好 说正事啊 东华帝君作为天族的尊神 如今虽已半隐居在一十三天 到底还有些差事尚未卸给天君